大家好,今天咱们看看在洛杉矶洗车要花多少钱 这个是自动洗车,后面会跟大家讲讲人工洗车是怎么回事,要花多少 你看,今天我在亚开迪亚这边,这个洗车厂我常来 从8块的一直到15块的都有,最便宜的就是8块 然后24块钱可以包月,我一般都是选那个最便宜的 但是今天孩子非说要看看那个10块钱的那个彩虹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,咱们今天就弄了一个10块钱的 现在呢,咱们就等着进去,这个洗车非常的快,几乎不用排队 然后到这以后呢,把车往上一放,挂一个空档,然后就跟着它走就好了 前面这个车呢,它弄了一个8块钱的啊 然后我这个比它高级多2块 咱们看这2块钱是个什么啊 你看这个彩虹灯,上面打着一个泡沫,什么都看不清楚 就是一个灯在闪,这个东西2块钱 我上次呢,奢侈了一把,弄了一个人工的啊,30多 然后你看刚才洗车不是大刷子在转吗 人工的不是,人工的也是这么往前挪 但是你的车一到,然后突然间冲上来十来个人 刷刷的给你一顿擦 然后呢,你的车出来以后,然后就是30多块钱 人工洗完了之后,马上就有一个上当的感觉 这个洗车挺好的,水呢,什么的全都是回收的 最后吹得干干净净出来的时候 你要是想清理车的内部呢,就把车停前面这个地方 然后都有吸尘器什么的,也挺好的 这个洗车你觉得贵吗 还有那两块钱的彩虹值不值呢 欢迎留言